上天有好生之德 就是让米会坏 粮食会坏 东西久了以后就不能吃 如果米不会坏 我们就很可怜 我们连米都没得吃 为什么 因为有钱人 他就事先把整个米 全部包起来 然后他就囤积在哪里 等到你买不到的时候 他就抬高价强 为什么你可以囤积繁金 你不能囤积米 就米会坏 凡是不会坏的东西 都是没有用的 但是它很贵 因为你可以囤积 凡是民生要用的 老天一定让它会坏 你看你把米囤积起来 到最后不能吃 你把蔬菜囤起来 到最后不能吃 卖水果的真的最可怜 它进了 卖不掉 只要几天它就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吃的水果 都很可怕 为什么 它都是还没有熟的 就拿来卖你 没有办法 它这个东西要从智利 要从南美 要运到这来 它能熟的再运过来吗 熟的运过来 它中途就坏掉了 现在的水果 都是没有熟的时候 就被人割下来 然后冰冻 它就可以持恨救物 可是我告诉各位 植物有保护自己的机制 凡是没有熟的植物 都是有毒的 它为什么要有毒 怕你吃它 它这个植物很有意思 我成熟的 我就没有毒了 因为我本来又要给你吃的 要不然掌握干什么的 可是我没有成熟 你不知道吃的时候 那我就有毒了 我保护我自己 我们吃水果 要吃当地 要吃当季 要吃新鲜的 现在全没有了 就是我们所受的教育 有问题 天底下那么大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地方 要长这个东西 就是对这个地方的人 有需要 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你看 我们东方 人口很多 土地很小 我们很密集 所以老天 就给我们一样东西 叫做番薯 叫做地瓜 其实地瓜 是老天给我们最好的东西 又容易长 它又容易做 价钱又便宜 可是我们认为 吃那个 没有意思 要吃三针海 我觉得非常奇怪 人吃东西是干什么 是要活着 要活着干什么 只做一个字而已 一生只做一个字而已 就叫修 不然做什么 你看所有的动物 他一天要花六个小时 才能维持生命 因为他不需要修 如果老天 烂动物 差不多两个小时 他就饱了 那就很惨 他就会扰乱了 所以老天就叫他们 一天满六个小时 再吃东西 你看羊 一天满六个小时 他就很安分 人类吃饭的时间很短 现在短到有人 根本就是边走路边吃 我觉得人太可怜了 为什么连吃饭都不能坐下来吃呢 你要从这方面去想嘛 我倒请问各位 人一生当中 一天当中 什么时候最难看 吃饭的时候最难看 吃完了十五分钟最难看 当我们肚子饱了以后 我们精神就不来了 为什么 因为血液都跑到那边去 去要消化了 那你当然要配合它 那就非常非常难看 所以为什么要五休 五休就是躲起来 不要让人家看到你这么难看 我们都搞不懂这个道理 所以我每次在电视上 看到那些教人家吃的那种味道 我就觉得这种太可怜了 把你最难看的一面秀出来 你以后再去看 再吃东西 然后 好吃呢 我觉得这种可怜到几点 为什么会这样安排 你真的要好去想一想 经济发达 不是让我们过奢侈生活的 不是 不是 让我们追求物欲 糟蹋自己 是要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来修得 但是刚好相反 你会发现 没有钱的时候 我们最安分收集 我们穷的时候 品德最高 我们没有单官的时候 良心最好 这很奇怪吧 这就是老天 对人类最大的考验 很多人问我 这个人贪污 为什么没抓去 其实你用意间的解释 是非常简单的 他一贪污 就抓去 那人类就没有大贪污的人 而且也不公平 就好像我们考试 稍微看一眼 那就不及格 那还得了 太苛刻了 老天不会那么苛刻的 所以他就让你贪污 然后没事 你才会再贪污 还没有事 把你升官了 汤更大的 然后再开始抓去 这四个字叫什么 叫恶贯满盈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 那些人拍人 怎么会挖那久 就是还没有够那么坏的标准 够了自然就收回去 你急什么 老天经常给我们会改的机会 读《易经》就是要及时会改 它随时给你回头的路 经济发展 我们道德沦落 这就是人经不起考验 所以孔子说 天底下最可恨的人 就是为父不仁 我没有钱 我不仁 没有办法 我自己都过不了 我还怎么仁呢 可是你有钱 你还不仁 那恐怕老天 就开始要有动作了 我最反对 威胁恐吓利诱 我最反对 很多宗教它没有办法就走上这条路 威胁你 恐吓你 利诱你 那叫不择手段 我们已经只是告诉你 有这么些选择 尊重你的选择 千万记住 我们没有办法代替任何人做决定 因为你不是他 这叫做尊重 不能强制的 不能勉强的 不能介入人家的因果的 同样 是海哨 你看那汽车 一下翻掉再浮起来 大部分都是翻掉以后再浮起来 人就没救了 但是也有那种汽车 旁一下浮起来 然后就让他这样 这个人还活着 独有啊 可是你怎么知道 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